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代表民进党的风暴 民进党的风暴如果起来的话 就代表接下来会有一股的心风邪雨 法律师我长期跑过政治新闻 也采访过行政院 看到昨天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就觉得那四个小时真的非常诡异 有违常理似乎凸显了 民进党内的一个茶壶的风暴 远然要形成 你说那个小时 你感觉是民进党的刀光剑影 似乎下面有人希望陈其中 你赶快走 你不只冲击到赖清德的民调影响选情 你可能甚至影响到民进党立委 本来大家都说躺着选很稳 跟着赖清德的这个选情都OK了 可是似乎下面要你赶快走人 上面却急着把他压下来 结果传出来变成派系内部 好像心风血雨 变成要搞他一个人 可是却没想到 这股民怨还是没有办法交袭 所以现在最新的话 才会说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但的民怨还在 还是这样的蔓延的风暴越来越大 但是他还是继续做得很稳 做得很久 这就形成那种诡异的这个氛围 你要知道 陈其中昨天下午五点多 有媒体独家在网路上 披露了他请职的消息 他礼拜六才开记者会 昨天就突然请职对媒体来说 这当然很重要 我们一定会去追嘛 结果到了六点多 有记者去问行政院 行政院发言人竟然说不回应 而我们长期在跑政治新闻 这种人事的消息很敏感 你要嘛就说我们要查证 要嘛怎么会说不回应三个字呢 这才是自由时报写的 自由时报写 传农业部长陈吉仲 多次请职今天获损 行政院暂不回应 行政院暂不回应就代表 此时此刻 也就是他在写这条新闻的中间 里面还在瞧 还在杀 还在等于说阿秋霸 当你还没有阿秋霸完成之后 连发言人对自由时报 都不知道该怎么叫 而且巧合的是 其实昨天下午 赖清德在高雄展览馆 有一场全国愉悦团体的后援会 那这个后援会本来就是安排 陈吉仲要去现场 帮赖清德站台辅选 也安排陈吉仲上台 以贵宾的身份致辞 那其实 昨天的记者就到了现场去 才发现陈吉仲没有现身 陈吉仲不在 然后下午又传出这个新闻 那大家都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他真的要请辞 他又没在 他又没有来辅选 那这个一切的巧合都起来 如果我是在线上的记者 我也会质疑 这个消息是真的 所以 你说其实 昨天所有的新闻的发动点 是赖清德在高雄 举行了一场 渔夜的这个后援会 也安排了陈吉仲去 本来应该陈吉仲到 陈吉仲没到 那前次又为什么没到 陈吉仲不到 是陈吉仲不想去 还是赖清德不想让他去 但其实前天 礼拜六的时候 民进党中央已经收到了消息 陈吉仲 他不会去参加这个全国渔业团体后援会 赖清德后援会 改由农业部的次长 陈天授代表 那可是这一个run down改了之后呢 现场的这个采访的记者 他却没有拿到最新更新了 连赖清德竞选总部 其实也不太清楚 所以昨天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民进党中央跟赖清德竞选总部 也是一头雾水 怎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记者更不知道 因为他拿到是旧的run down 他以为陈吉仲会到现场 所以要去采访 铺了一个空嘛 陈吉仲他妈 这个氛围就在那一两个小时 就这样同时酝酿出来了 那当然会让很多的媒体记者 信以为真啊 陈吉仲真的要走人了吗 刚好在这个节骨眼 七八点的时候 苏贞昌 也是在浮显的场合 记者去问他的老长官 就是陈吉仲老长官 问苏贞昌嘛 苏贞昌就说 这个是 有人在放话操作 陈吉仲还没有请辞 蔡英文也还没有同意 这个操作非常恶劣 不是 这非常有趣 如果一般发生这些事情 民进党的说法都是 媒体造谣 媒体无视生非 如果你推给媒体说 媒体乱搞 这件事情就传过水无痕了 因为是媒体的问题 跟我没有关系 你是有人造谣 有人造谣 那就不会是国民党放话的 那是民进党造谣 就代表 你连苏贞昌都承认 那是民进党的内斗 第一个 这透露出一个 很奇怪的端倪 苏贞昌怎么知道 陈吉仲没辞 也就表示说 这一段时间 陈吉仲的动态 他孜孜慎响 他不在瞧嘛 对嘛 那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陈吉仲没辞 然后有人在 这个放话操作 非常恶劣嘛 第二个 苏贞昌讲说 这个蔡英文还没同意 所以第二个 这不是陈建仁 同不同意 因为在晚 蔡英文还没同意 蔡英文还没同意 但是晚上九点的时候 看到行政院的 这个发言出来讲说 他没有请辞 可是他也证实说 陈吉仲曾经 口头表达请辞的旨意 所以你是说 苏贞昌不是代表 他出来的 对 苏贞昌是代表 蔡英文出来的 是 苏贞昌代表说 那是有人放话 在警告党内 你不要再跟我乱说话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代表蔡英文讲 蔡英文还没有同意 也就是 今天他的去留 不是你们讲 别人讲的算 是我说的算 而且我们如果回到 蔡英文在非洲的时候 举行的记者会 他很讲 他说不要忘了 选后 我还是总统 做到5月20号 所以我刚刚讲了 这苏贞昌 以及蔡英文 这两个猫腻的点之后 你就不难猜测出说 在昨天傍晚 民进党中央 跟竞选总部 大家一头雾水 胀儿竞刚摸不着 同胀还搞不清楚 状况的时候 原来难道 这爱清德是状况外吗 那原来 最后还要到晚上9点 行政院去 赶快想要试图 让这个风暴止火 止住了这个风暴 说这个没有请辞 只有口头表要请辞 但是陈建仁没有同意他 所以就变成 曾经口头请辞过 但是 获得胃留 未同意他请辞 就变成这样一个收场 整个逆转的结果 才发现 原来陈其中的人事案 不是只有在行政院 大人哥在这边而已 是由苏贞昌 跟蔡英文 他们说了算 甚至连赖清德 跟他们都有保持 这样一个距离 而这个消息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 放出来 因为礼拜六开记者会 陈其中 礼拜天传出这个消息 他们又有在讲说 我再也是听到 民进党内部传出来 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 陈其中会在这两天 这么剧烈的转变 据说早就请辞过 那为什么会在六日 这个传出来这个事情呢 而且是故意 你要知道我们跑新的时候 礼拜天通常 会成为礼拜一 隔天新闻很淡 礼拜一新闻都会大做 会变成 不管平面电子媒理 都会大做 所以会对礼拜天的发生 那这个时候丢出来 是不是要故意让它发酵 好 而且刚刚讲的 而且这件事情刚刚讲 已经不是一个民生议题 它已经变成政治事件了 因为刚刚讲的 当你从 等于说桃园 查到说这些蛋 这些蛋真的已经流到市面 而且这个蛋 不但流到市面 还流到小吃店 甚至还流到那种 散装蛋的时候 老板就吓死了 那当然 除了台中市 卢秀苑开第一枪之外 桃园市的张善政 也要求这个卫生局 去研查 后来卫生局也动员了 这个七八十个人 开始这几天不眠不休的 去查了之后 你看到各县市政府 几乎都动起来了 当然了 你说现在 基隆 新北 台北 台中 南投 台东 桃园跟宜兰 全部斗起来了 因为都担心那些 库存蛋 或者是本来带销毁的蛋 可能流到市面 吃进我们的肚子里 包括桃园市在内 就有这样状况 你说 现在桃园 真的吓死了 我今天问了卫生局 这个是有媒体制成的一个表格 是非常的完整 它里面就大概说到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说 有五千多万颗带销毁 那就浪费钱 那你进口袋那么多 进了四成 然后两亿多元的金贝 就这样子要销毁 但里面还包括 桃园后来查到了 众议这一家业者 他这边写143万一千颗 我要更正大家 其实数据是164万一千颗 因为7到9月是散装弹 而且上面还标示着台湾 洗产地喔 那结果呢 这164万 164万 164万一千颗 洗产地洗成台湾的散装弹 是 那这164万 有21万是在9月出货的 那目前追回了4800颗而已 也就是20多万颗还在 这个市面上流露 那剩下143万一千颗呢 这个资料是7月跟8月卖出去的喔 那这些怎么办 今天卫生局长告诉我 可能包括他局长跟我 我们全部都吃掉了 桃园的市民 很多很肯的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因为早就卖给桃园市的 早餐店 小吃店 面店 自助餐 便当店 非连锁的火锅店 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交出来的 这个业者交出来 被查到业者交出来名单 就有五六十家 他陆续整理当中 有可能最后达到上百家 所以让很多这个机场人员 看得触目惊心啦 而且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数量 你要知道卫生局相关单位去查 而且你们先讲说 今天桃园的卫生局查 他说那个蛋 进口蛋的品质真的很差 都已经接近腐坏的程度了 然后甚至根本就过了那个有效期 然后而且不是说有涂辣 根本没涂辣 没涂辣 没有涂辣 所以他们就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农业部之前说有涂辣 然后而且在有效日期内呢 怎么都变成跟那个电视上记者会讲的不一样呢 所以机场人员也吓一跳 看得傻眼 可是农业部啊 因为最近中秋节的氛围快到了 就是不要担心啦 大家可以去买蛋黄酥啦 这个蛋黄酥里面包的是鸭蛋啦 没事没事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知道 以桃园的这家众艺这个业者啊 他有两万七千多颗的这个未杀菌液蛋 他也是一样标示成台湾 他流到市面高饼业者去 那这一些高饼业者他不会拿这个蛋液去涂到这个蛋黄酥上面进去考吗 所以人家才会说农业部问你这个你去答逼 问你答逼这搞不清楚状况嘛 所以现在全国各县市动起来去查查 也是因为蛋黄就已经开始不爽了 蛋黄不爽了 因为蛋黄也有抱怨 他说之前啊 早就跟农业部反映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当时决策单位啊 就整个中央政府就错误了决策 为什么 因为当时其实赤料涨价了 他们就希望说能够辅导国内的业者 让他们那个可以想办法说 因应这样一个大环境 那蛋价也可以涨嘛 结果当时政府要求洞涨不准涨 那业者当然就说你洞涨 我卖一只我养一只多生一些蛋 然后卖出去都多赔一些 那我就干脆弃养 所以弃养潮就出现 缺蛋的状况就发现了 发生了 所以他们农业部才会开始仰赖进口蛋 等到进口蛋进来了之后呢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影响到他们甚至其他的这个本土蛋 就有彰化了这个蛋农 他就有讲啊 那现在是不管这个蛋农的这个死活 因为进口蛋出来出现了这个争议 影响到本土蛋消费者 也不敢用了 也不敢用 这几天像以豪渊来说 就一些餐厅 他们就会面对顾客一直在问说 你的这个蛋到底是用这个进口本土 那餐厅和业者就会讲说 我们买的都是盘商 告诉我们的进口蛋 那个本土蛋 但是他是不是用进口蛋 我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变成人人谈到这个蛋的问题 就人人自危 已经酝酿成一个 食安的风暴了 好 董事长 这件事情真的已经变成了 民进党的一个内斗吗 因为昨天那四个小时 从五点钟传出陈其中 请辞获准 一直到了九点钟 行政院才说没有这回事 他还是继续的胃留 而中间最诡异的是 苏贞昌跑出来了 对 因为民进党的派系 甚至大家都懂了 那现在从这一次选战来看的话 目前似乎是对民进党有利 然后赖清德现在 目前一直维持领先 大幅领先的状态 而且这一次领先的幅度将近 已经高达过 突破了百分之四十 对对对 我们的美联党民调已经做到 在一个礼拜前做到百分之四十二 结果末节一个礼拜 啪 暴跌 跌回三十五 跌回三十五 四十二掉到三十五 对啊 这个四十二到三十五 七个百分点跌掉了嘛 按照这种 那我们就反过来看 按照你知道美国 或是这些世界主要国家 民主自由国家的选战里面 如果发生一个 暴跌七个百分点的话 必然是这个候选人 发生什么事情嘛 怎么会突然间暴跌七八嘛 对不对 这莫名其妙的事情 结果我们归类起来 就是这个蛋 蛋 就是一个臭蛋 害死了这个候选人 真的影响这么大 那我请问你 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那请问 赖清德这个礼拜 干了什么坏事 没有 没有干一件坏事啊 对不对 他什么事都 每天辛苦地跑行程 对 他说美国回来之后 做很认真的跑行程 谈政策啊 然后突然间 每日一点每日一点 连续那个幅度就向下走 对 就一个大的一个斜坡 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第一点 这个蛋的影响 候选人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而且第二点 请问你这个事情平息了没有 没有吗 差一点平息 按照民进党的规则 每次发生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 他一定会找一个人出来负责 越高阶越好 上次火车撞车事件 林家龙 林家龙砍掉 这个事情一砍掉 换一个王国材 这个事情就没人谈了嘛 对 这就开始就处理危机处理 所以这次也把成绩中砍掉 就没事了 对 危机处理 就是把部闪砍掉 这个危机处理就完成了 对 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进入所谓的 后续的整理阶段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新的新任部长 跟这个事情就没有包袱了 他该砍该砍 该放该放 该花钱花钱 他弹性空间就非常大 那这次 所以我认为 昨天那个消息的放出来 第一个要让逼层击中 逼公 请他离开 逼层击中下台 逼层击下台 就是为了要做危机处理 那这个事情 陈居中背后的老板 这个抗命 巨额 这个巨额不从 对 就不接受这个命令 背后老板是谁 当然这个他 蔡英文在不久前自己公开讲 陈居中是小英男孩 虽然年龄大的一点 但他承认他是小英男孩 小英男孩 还要 特别他还强调 老娘现在还是总统 到520 你不要忘记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 他讲 不要忘了 选后我还是总统 到520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我会帮忙 然后他讲 陈居中表现得好不好 是行政院长来评判的 这个话 他是要帮忙 还是要反帮忙 你不上路 我的反操作 你上路我就帮你忙 这对三个候选人都是一样 对所有总统候选人都相同 他这个话是一视同仁 但是暗示性很高 对不对 记者有问他说 你看看这个 民进党的候选人 赖清德现在每天是躺平的在选 他说没有啊 我看他每天进进出出 蛮忙的 要把他扣试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之间对 赖清德并没有介入 这个所谓赖 不是 蔡英文并没有介入赖清德的选战 他只是在扮演一个总统的角色 可是你现在如果说动到他人马的时候 那他当然不肯 他当然不同意 你现在砍掉陈吉仲 那开玩笑 那是他的爱将 而且这个事情 始作俑者是谁 第四点 始作俑者是新潮流的林冲贤 真的假的 对嘛 不是陈吉仲嘛 去搞超市 50万的公司 去做5亿的生意 对 背后的操作者 藏进人 不是藏进人 就是主导者 是谁 就是林冲贤嘛 那林冲贤 所以说 今天约是中央续展会签的 今天的条件 是这个中央续展会定的 进到了哪个仓库 是中央续展会的仓库 那中央续展会的仓库之后 是交给谁 也是中央续展会 所以我在三个礼拜以前 本节目我就看出这个端倪了 我当时就跟所有的观众 来分享 你就点名了 中央续展会 我说我这是林冲贤了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做一个习惯 用一个习惯的法 习惯的这个规则来看问题 民进党只要赖皮犯错的时候 他有个东西 绝对即使不拿出来 合约不拿出来的 合约封存30年 这不成绩这种 三天开机者会 把合约丢出来给大家 中央续展会的合约拿出来 我一看中央续展会是谁 农业部的这个合约 是中央续展会的合约 怎么会有丢中央续展会 所以他那时候我就跟你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他丢包 他甩锅 甩给林冲贤 甩给林冲贤 甚至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因为业主是中央续展会 刚刚现在出来的 所有的仓储物流 都是中央续展会 中央续展会 所以陈冲他有什么能力 去搞这个事 然后讲台农 谁跟台农谈的 也是中央续展会 中央续展会 所以中央续展会 才是真正的有权力 而且实际的主导者 而且买巴西袋 全部是中央续展会 违反卫生法令 中央续展会 林冲贤 而且背后的民意代表 也是他们新潮流 相关的区域性的民意代表 所以你们干的烂事 要我们蔡英文来背 对 然后叫蔡英文背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意外 这个事情是新潮流干的 怎么不能你 赖清德自己不是处理好 对不对 赖清德本身是公卫硕士 对 他是公共卫生专家 我们台湾有两个 公共卫生专家 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巡政院长是公卫博士 是国际型的公卫专家 他也不负责 人间蒸发 昨天记得去问赖清德 赖清德笑一笑 笑笑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有苦来言 保洁 我不可以说 一边是新潮流 一边是蔡英文 那你这种事情怎么可以 要陈其重来背呢 背不下嘛 而且还要 苏生专家出来主持正义 就极为恶劣 他先问这个 有人放话 他用恶劣跟放话 这几个字来形容对手 总统蔡英文也没有要 陈其重辞职 就是有人急着放话 操作 这非常恶劣 所以今天苏贞昌讲话 就代表说 是真的有人放话 真的有人操作 真的非常恶劣 而且陈其重的去留 谁决定 蔡英文总统决定 当然是嘛 我们早就在几个礼拜前 就定位这个事情定调 但他为什么要跳出来 把这个话给大家讲清楚 因为他现在是无关一身轻 可是他有发言的这个权威感 所以苏贞昌平常讲话 过去当院长 我以前听过Norley讲过 民进党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老大 一个叫大佬 当时的老大叫蔡英文 他说我可以扮演大佬的角色 这个恶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 所以你看看 你们干的事情叫我的人来背 这不是恶劣 还想故意放话 为什么这个东西 因为这就是按照民进党的 第五点的传统的危机处理规则 把部长干掉 部长干掉这个事情就平息了 好 你现在问题麻烦 你现在就是说 你不是 这位这个事情不是这个部长干的嘛 干坏事是另外的林充贤干的嘛 对不对 现在查出来的仓库都是他的管理 好 那问题现在来了 部长不干掉 这样怎么办 那部长干不 因为这个林充贤干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叫政治责任嘛 政治责任就是要干到部长以上嘛 对不对 那部长以上一定是要把陈充贤干掉嘛 那陈充贤不干掉这个选情 怎么会平复呢 所以这个事情会不断地不断地延烧 万一这个事情持续延烧下去的话 这个事情你认为 不会变成赖清德的破口吗 这是我现在一个推论 另外一个更严重 这样严重 那这个政府 你问后面还有没有事情 这个弹会搞到全国 对 它的渗透面 它的恶劣影响面 现在鸡飞弹打了 全国每一个角落都被它打到 那你认为这是最后一件吗 当然不是 所以说很简单嘛 你看到这个蔡赖之间 对选举的节奏跟看法 跟人事的安排 非常大的旗舰 好 那我有一个不懂 今天从巴西进弹 也不是只有台湾 日本不是也从巴西进弹吗 为什么日本从巴西进弹 没有过期的问题 没有这个品质的问题 没有这个什么 包不包膜 这个涂不涂辣的问题 为什么到台湾来 什么都是问题了 杰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一个蛋的品质 其实它是有一个化学指标的 有指标的 对对大家来讲很简单 我今天这个蛋白放越久 它越来越稀嘛 有没有新鲜的蛋 它是比较浓的嘛 所以我这个蛋白 如果越来越稀的时候 代表这个蛋的品质就变差了 对 那除了蛋白以外还有蛋黄 越新鲜的蛋 它是越坚挺的 那越不新鲜的蛋 它就塌在这个蛋上 所以但是 这个是我们肉眼去看嘛 去评估嘛 但是是有机器的 好 这就是你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是台湾已经打了这个标志 这个是席选蛋 是2023年9月8号的 可是你的朋友买了以后 非常确定 打了以后 你说看着这个样子 这个蛋是有问题的 对 因为你正常的 如果是蛋本身渐渐坏掉 它应该还是透明的 只是你看到它的蛋白 会越来越稀 然后蛋 所以这个地方 变乳白就不对了 这样这个地方就不对了 所以你看到这种变成乳白 就代表说 它一定是维生物入侵的 所以像这可能就有沙门杆菌 弯曲杆菌 这些的会导致你 你吃了会不舒服的菌 那你如果还把它做成生的 这样弄一弄下去吃 那你就一定会食物中毒了 那像这些蛋的品质 像日本 日本在进这些巴西蛋 它很清楚 它就是说你这厂商 所有厂商要在57天内 把我这些鸡蛋都用掉 57天内 对 这个57天指的是 从巴西制造开始 到日本的57天内 包括42天的传期 对因为它Saint Toss去巴西 比台湾又多了5天 所以它可能到日本 只要大概37天的传期 那它可能到的时候 大概有10天的时间去使用 所以你这些厂商啊 什么时候要用 排成全部都排好了 可是我们是这样放着 有没有 现在行政院已经公布了 说这些厂全部都放在哪里 全部都放在好好物流 还有全日物流这几间厂商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这图表里有好好物流 全日物流 有没有 万年物流 兆丰冷藏 彭泰 高翔这几个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几间厂商 总共才800万颗 那主要的5000万颗都在哪里 都在好好物流跟 全日物流两个手里 全日物流有什么特别 大家可以看到 全日物流有1500万个 兵在屏东仓 什么叫屏东仓 老杰哥 全日物流这个屏东仓是谁的 你知道吗 谁的 是农业部的 农业部记不记得前几年 苏贞昌很高兴去屏东剪彩 说政府投入了7亿 要盖冷链物流中心 这冷链物流中心 盖好之后 是委托给全日物流营运 所以要去帮我们农产品出口 产地农产品出口 去年开始营运之后 有没有人给他那种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全日物流的收费很贵 所以也没有农民 要把凤梨送去那边包 所以我们的蛋放进去 对 那至少我有冷链啊 对 所以你说当初是帮助农民的名义 结果用了之后 完全没有帮助农民 最后竟然变成农业部的遮羞部 这真的就是农业部的超前部署 好 那刚刚 今天舞蹈特别提到 中间我们都忽略到 以为都是农业部 可是中央续产会才是关键 因为 谁跟超制定的合约 中央续产会 今天进谁的商务 中央续产会 今天谁去分这些带怎么走 还有今天谁跟台东谈 都是中央续产会 是的 其实各位观众可能不理解农业部 他主管的范围就是农 林 鱼 木 四个领域 那农林 雨的确都在陈吉仲的主管之下 可是在牧完全就是不是陈吉仲的主管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畜牧师师长 也就是农业部里面管畜牧的 畜牧师师长是林冲贤的人 是当年林冲贤当农业会主委的时候 从宜兰带到农业农委会里面的 那因为我们没有畜牧署 所以畜牧署的执行 全部在中央续产会这个单位上 就中央续产会这个单位是谁 是林冲贤 也就是说 你在中央是林冲贤的人 是张经纬 在实际执行面的是中央续产会 在林冲贤的时候 所以搞来搞去 全部都在林冲贤的手里 所以昨天晚上才会 府院党大内斗 对 所以这就是牵扯的到 这些合约也是林冲贤签的 那这些合报到农业部里面 那个合约上写的人 合定的是谁 是农业部的畜牧师 也就是说是张经纬去核定的这些项目 所以从头到尾都在林冲贤的手里 可是讲来讲去都没有他的事 就变成说 陈吉仲站在前面 为林冲贤背了这个锅 甚至你看 这些仓储的资料 也都是续产会提供的 所以说这些单的流向 这些仓储 只有续产会知道 对 只有续产会知道 但是农业部都知道 甚至你看 这个表 在上面写得很清楚 有没有 9月15日 更新日期 9月15日 9月15日是什么时候 是礼拜五 礼拜五 他就把这个资料给农业部 可是农业部礼拜六拿出来 没有 他又去做了让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被逼急了 才把这个资料拿出来 好 宇雪 你在你的脸书里面 你把这个专案进口蛋 去查了一下 太夸张了 席卷蛋加工的日期有问题 超市 超市的巴西蛋去哪了 对 宝贊哥 我跟你讲 从这三份文件 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连农业部自己 都不敢相信 他们自己的保存期限 甚至是我怀疑是刻意让这些 仓储的摆到过期 摆到他们标志的日期过期 然后呢 让他销 也不敢让他流入四面 所以你去找了三到七月 进口鸡蛋的调度标 对 首先我们看吧 进口鸡蛋 那个时候专案是什么时候 三月十号 对不对 但各位 不要误会了 三月四月五月 其实分别都有鸡蛋进口 它来自哪些国家 美国 日本 澳洲 甚至泰国 菲律宾 这是什么 代表是 还不算是超市之前 就是巴西之前 原本台湾就有在进口的国家 但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 三月四月五月 这些蛋都拿去做什么 席卷蛋 直接到市面了嘛 消费者敢吃啊 因为我们长期本来就有在买嘛 但是到了六月七月 突然就没有了 这个席卷人表突然是什么 变成空的了 就是好奇 所以代表它一件事情 要嘛是说 这个时间点 蛋价已经慢慢在平易 而且缺口已经补足 不缺蛋了 否则你怎么还会需要说 六七月完全没有任何的席卷蛋 但诡异的点来了 你看一下八月九月 八月九月怎么突然跑出了 这种数量也不多 零零星星的 我更多会讲 这就是巴西蛋 它八月九月之后 突然巴西蛋又来了 但你讲巴西蛋进口多少个 八千八百万耶 宝奇哥你看一下上面这些数量 一个两百多万 一个一百多万 这个兜的龙吗 所以显然嘛 只有一小部分 拿去做席卷使用 好那你再看到第二个 说不一定啊 搞不好他巴西基蛋 全部都拿去加工了 第二张那个表格 可以看到 有液蛋 有水煮蛋 有茶叶蛋 还可以当卤蛋 对这个叫什么 加工的表嘛 可是你看一下 加工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众 七月八月九月都上了 为什么 因为超市进口巴西的鸡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四月五月六月离岸啊 所以他等于说 倒岸之后 开始把这些 从八月份开始做加工嘛 但是你再看一次 它实际上的数量 加起来多少 大概也两三千万而已 还是都不容啊 所以得到一个问题 那既然前面 透过这些美国 日本澳洲的鸡蛋 大家都已经补足了 息选蛋的需求 而且显然 你在所谓的 五月六月七月的时候 也没有需要 这么大量鸡蛋拿来加工 好 同学我看 再把这张图看一下 就是 你今天升到七月的 这个调度表里面 刚刚讲三月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八月九月里面 刚刚讲到的 三月四月五月 进来的时候 我都有做息选蛋 可是六月七月 突然空了 空了以后 八月九月突然又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以后 更妙的是这些加工蛋 到了八月九月以后 大量增加了 对 但是我们要 仔细看这个数字 第一个 息选蛋非常少 因为几百万而已 即便息选蛋加上加工 我们讲八月九月 它的数量有没有超过 到超系的一半 没有 完全没有 它也四千万都不到 所以 那八千八百万呢 对 所以大家好奇一件事情 既然前面的需求 都已经补足了 那你到底为什么 在这个时间点 还要进口超市这么多 来自巴西 八千八百万的鸡蛋嘛 完全没用到 你仔细看 看到库存表就知道了 来 前面已经有累积库存 代表说 这些东西根本没用到 三月四月五月 我们还没有从巴西进口的时候 就有了 结果到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逐月增加 而且增加幅度 吓死人来 你看六月增加多少 三百多万 七月库存多少 一千七百多万 八月两千六百多万 然后到了九月 还有一千一百多万 都是库存 对 结果你扣掉我们刚才讲的 八月九月加工也好 吸血也好 扣掉 刚好剩多少 五千四百万颗 所以我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代表大量从巴西进口的鸡蛋 最后落到的下场 都只有一个嘛 根本在他们进口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 而且最后只能自销 自销之后 只能摆到烂 你从巴西来就知道 你销不掉了 没有错 而且再来我跟各位讲 还有一个大猫腻 巴西鸡蛋什么时候离岸 四五六月 对不对 那四五六月 它的保存期限上面报价单 写得清清楚 就是一百一十天 但你看看 它什么时候才开始动用加工的 大概八月九月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按照这个日期推算 第一批来的 它就算八月加工 那个消息 也过情了 也超过一百一十天了 所以只能做加工 所以都没有做席血 所以显然你如果说 都拿去做加工 所以我最害怕的 根本不是说 你浪费大家的钱 进口一些 你早就知道 到了岸之后 会过期的鸡蛋 而是你让一些明知道 已经濒临过期边缘的鸡蛋 甚至已经过期了 流入到加工市场 进入到消费者的胃里面 还有整个蛋的风暴 一开始为什么都来 其实又是明报丢出来的 明报当中就讲说 一个刚刚讲的超市 这个只有五十万资本额 你居然可以做这么大的生意 我们的进口蛋的百分之六十 都是由超市进来的 当然讲 这家公司关系非常好了 资金调度能力非常高 可是如果按照宇轩刚刚讲到的 你巴西蛋进来的时间 你进来的量 都不对 对我们看到农委会提出来的数据 他说大部分的生产日期是五月三十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对一对发现 这五月三十生产巴西鸡蛋有多少 有1600多顿 那1600多顿 换算大概2800万颗 你2800万颗的鸡蛋 分不同时间 可是你的生产日期是同一天 也就是说这些鸡蛋 9月三十就到期了 那你在订这些鸡蛋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接近3000万颗的鸡蛋 在同一天买 那你同一天买的到了之后 一定要报废了 对不对 你农委会到底是怎么调控这些鸡蛋 照理讲 你现在每天缺100万 缺100多万颗 你应该是评估说 我一个礼拜到700万颗 一个礼拜到700万颗 这样去补上 那你同一天到 一天几千万颗 对你一天几千万颗 同一天的生产日期 一天几千万颗 那你要这样怎么处理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处理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农业部整个都在瞎搞 不是 那你不是早就提醒他们了吗 他们还栽账你 对我早就说过了 为什么 因为以往农业部 不是没有处理过这些案子的吗 对不对 说我可以紧急的降低关税 我可以紧急的降低营业税 像现在也在降低营业税 只是说这样在做的时候 像超市这种公司 就没有空间 因为大家都能做 那我要怎么去搞 所以一定要专案 对所以一定要专案 而且做了一个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专案 以前就算是专案 也是依这个规定 厂商各自做 从来都没有一次专案是说 我厂商你是你帮我买 谁说你所有调进来 完全是否国家掌握在手里 以前的专案从来没有这种形式 郭台铭的联署列车 看起来就完真了 完真了以后 他现在连门面都有了 他志工都有了 他真的 完真的真的可以联署成功吗 看起来有这个完真的这样子 而且目前来看联署的这个成功 要过二十八万九千六百六十七份联署书 不难 就不难 只是说要 怎么样突破更多份数而已 那第一个 他现在设在这个台北市 以他精华区啊 离这个中校附近 节育站只要走路一分钟而已 他今天在台北 以及南投市跟这个草屯镇 中部跟台北同步开张 还有联署总部 那联署总部现在 又传出来 他透过人力资源公司去招募 总共出估要找三百名志工 一个志工 光是这个如果是一个小时 算时薪的话就要三百块 然后时薪三百块 时薪三百 然后如果是 你是用这个一个月来算的话 大概初估就是四十八K 九月十九号开始进行联署 到十一月二号结束 如果联署过了这个门槛 OK了之后呢 他到时候登记了 转为后援会的这个干部的话 薪水还可以上看一个月五万 所以你看看 光是前期作业就要花到一千六百万 如果整个选举到明年一月 这个结束的话 总统大选结束 初估这样的一个人事开销 他就要六千万 所以刚刚你问我说 玩真的玩假的 钱都砸下去了 也许说选在商业地段 光是我这些志工人选 我就要花六千万了 是 所以黄世秋面对 大家在问他说 那个竞选总部 设在金华区商业地段 你各县市是不是也是这样 他怎么说 郭董讲过了 钱该花就要花 所以这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决心 他就是连 觉得说这个钱我干嘛省 钱该花就花 所以在东区最热闹的地方 弄门市 没错而且之前我们就讨论过 如果你要这个冲联署分数 越高的话 甚至你那个每一份的这个联署 因为要弄身份证资料 一定要有他的成本的 你当年老宋 这个两千年选这个总统的时候 他的这个联署书 换算那个成本 大概一份都要这个 七八十块到一百块的话 现在经过了这个23年 物价CPI的这个指数又不一样 那个分数 如果成本这样子换算下去 估计也要涨个两三倍 那两三百块以上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六千万 只是人事开销 如果加上了这个联署的 这个分数成本 可能要破一亿元 所以当然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如果你要破五十万份 一般有人在 我们在媒体圈就听到消息 预估说五十万到七十万份 要到一百万份的话很难 你说郭台铭的目标是 破五十万到七十万 听到他们的消息 内部传出来说五十万到七十万份 当然越多越好 但是也有人说五十万份 能不能过都是一个指标 我个人是觉得五十万就很难的 但我是认为说五十万份 可能有可能 我觉得很难 所以今天看郭台铭这样子 联署总部成立 那当然他是要以战逼合 去逼在野党 逼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要不要来跟我谈 我现在选了这个赖佩侠 虽然赖佩侠这两天 不是传出来这个争议 双重国籍 双重国籍之外 那还有这个学经历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又被这个李瑶的这个女儿李文 去具名跟台北市政府检举 说这个心理资商师 他在网路上就悄悄把他那个资商的价格 不是收费一八十分钟两万三千块吗 他就把他改成官网 改成悄悄改成教练 教练 他之前是心理资商师 但是他说他是在中国大陆拿到这个资格 他没有在台湾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也在台湾没有 而且他说这个是 这个叫做企业领导人的培训 但不管怎么样 赖佩霞成为郭台铭的副首搭档之后 这两天 似乎要帮他累积充联署的这个能量 那有地方派系 其实早期就在讲 钱 他的超能力能不能发挥效果 一般来说 照理说各地方来说 一定要帮郭台铭充起来 你看南投 他现在就打着南投女婿 跟南投婆婆的 这个旗号帮他充满 可是如果你要外移到 包括什么像之前的彰化谢连玲 屏东的周典论 这些外移到其他县市 尤其是跟他有交情的这些 有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观察到 地方派系好像还在观风向 观风向 缩手了 他列车 缩手了 缩手 不完全缩起来 先看你这个状况 因为联署是从明天 9月19号到11月2号 那因为之前他们在讲说 要帮你充联署要先钱 地方派系习惯的是现金交易 那可是在郭董 在他们这种刑事 要报仗 要报仗 要和销 要有实据 平单据这样 那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而且之前不是传出来 有一些这个 包括陶竹苗 还有中南部的 有一些这个要造势的列车 在8月底 9月初的时候都取消 本来人家订了一些厂制 要做这个音响 舞台车 还有包括这个 轿油揽车 突然就喊咖 那当时订的时候 是当然还没弹付订金 可是后来人家地方 看到这种状况 传出去就说 动不动就喊咖 而且钱都没下来 到时候会不会付现金 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会讲说 有些人传出来的声音说 看这个郭台铭 连署的状况跟风向 而且当然现在国民党 跟民众党 采取对郭台铭的态度 都是兼闭金眼 你们只要去敢帮他 那就党继处理 绝对不能帮他 因为现在这个 郭碰到了 蓝白两个政党 都对他做一个这个夹击 似乎想要边缘化他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要 累积他的筹码 藉由拉党赖佳 宣布出现之后 再冲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联署 当然也要砸钱 用这样的方式 看能不能逼 国民党跟民众党 最后不得不看 他的这个联署分量 是不是冲高 过了门槛 越冲越高之后 来跟他谈 好 宇宣 现在还有得谈猫 而且你对国民党的地方 派系非常熟悉是 大家都收手了吗 对 完全收手嘛 收手了 这就是理由很简单 那郭台铭自己在演一出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戏 他在演一出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戏 对嘛 我先问 如果他真的真心诚意 想要选总统的话 他赖佩霞明明知道 有这个美国国籍问题 他还会坚持用他吗 他不会做背景调查吗 对 那再来第二个嘛 如果说好 他今天真的要玩这个联署 对不对 那地方派系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都没有动作 都没动嘛 都完全没动作嘛 你何胜丰怎么会算 何胜丰难投嘛 给你何胜丰 那叫什么 无党啊 他又不算你国民党系统的 那周典论现在有大动作吗 也没有嘛 就设个几个点嘛 结果他弄得最绅士浩大的是哪里 在台北东区耶 那算什么地方派系 所以显然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要动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郭来民就玩假的嘛 喂 真假的 他当然是玩假的啊 郭来民他演这次 他讲究我觉得莫名其妙耶 怎么会有人 刚提名自己副手 隔没多久 然后跟世界宣告说 我如果为了成全大局 我的副手他可以牺牲掉 但是显然就不是玩到底的意思嘛 不是 而且我觉得 真的黄石修想的更好笑是 我们也不一定会露到底 只要另外两个党把推荐书给我 我就去帮两个党 听一下哪有这种事情 对 他一直在问说 你国民党可不可以给我门票 民政党可不可以给我门票 他想要是什么 想要是政党门票 所以他今天真正的目的 郭来民演这一出大戏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蓝跟白可以跟他一起坐下来谈 但好 你如果这戏演得够真 人家觉得你选到底 这才有筹码嘛 对 但你今天自己演一演自己都露线了 自己都不相信了 所以蓝白不跟上 所以我刚才讲 根本没有人在排挤他 他是在自我边缘化 什么叫自我边缘化 蓝白根本不甩他嘛 理都不理你 你自己就把自己默默的边缘掉 否则你看 郭台铭说我玩真的 他讲说这个叫什么超能力 我觉得这叫铜板价超能力 什么叫铜板价 他今天说我要找志工 刚才讲了 6000万耶 加上这个费用 还有包括一个志工费用5万块耶 对 好 那你讲这个基本开销 你找一个员工 然后说一个月给他48000 正值薪水 这样算很高吗 你郭董的行情 我领48000 我这叫什么 公务员心态嘛 有人来我就帮你印印 帮你签 我不会主动去积极帮你拉嘛 所以你说郭台铭至少要10万 对嘛 你10万 你10万我就帮你拼命 越比照业务 你比照这种外面防这种车带 那种坐车子的 跟他们讲越多 抽层越来越高嘛 你那种直销的方式都可以嘛 所以显然郭台铭 有没有要真的玩真的 没有嘛 他顶多说我这个29万 门槛能过就好 为什么 他今天演这些 都不是真的实习车这样做 你说从这个东西越好 这叫什么 硬体建设 他如果真的有心 他需要什么 软体实力 他需要是有那个人脉 有那个人进网络 因为这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你今天出来 连署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身份证 这盘影印本 这个资料交出来 我没有足够的信任 我怎么会交这个东西 我退万不讲啦 就算郭台铭开放他家 那个豪宅 所以大家来我们这边 签连署 也没有人要去 为什么 因为这是硬体设备啊 你今天摆在东西 人流量很大 但人家就不支持 你就不想投 你就没有人call人 没有人动员 没有人帮你 那又有什么用 所以更何况 今天除了台北东区 讲说是从南投起家 他自己不会心虚吗 对不对 为什么会心虚 你这要找 当然是找人口是大的嘛 直轄市嘛 那才有破例嘛 你至少要台北 新北 至少六都嘛 对嘛 六都一个一个来嘛 而且讲好咯 是说我起跳 开始召开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哪些人 哪些投人 哪些投人 带走我五万份 我十万份 我几万份 对吧 大家来帮你凑嘛 那谢典离不是讲 我要有十万份吗 对吧 问题是现在呢 现在去哪里了 为什么谢典离 都没声音了 谢典离又没声音了 有看到他吗 有去哪吗 就剩下的 就像如同我之前讲的 只剩下哪些人 只剩下一些根本没有未来政治 想要任何发展或前途的 已经是定性于尊在那边的 已经是最后只能看到自己的位置 没有办法在任何突破的人 甚至是没有党籍的人 才会愿意站在他身边 好 瑞德 你怎么来看这个局 而且你说现在 等于说我们讲 郭台银跟他的副手赖佩侠 两个的互动太耐人寻味了 目前那么这个等于说 郭赖佩越远越向假戏争作 越来越有可能 为什么呢 昨天他们登记的时候 后来不是一起 手拉手一起到板桥池汇宫去 我发现了一个小动作 什么小动作 那么事实上 郭台银不是在 他有带一个小超 对不对 带一个小超 他在讲话的时候 因为要讲到 跟赖佩侠有关系的 因为有人问到双重国籍 这些赖佩侠做了一个动作 因为郭台银那个小超 显然不只有一张 所以他在找的时候 赖佩侠的手突然间伸过来 可能要帮协助他 立刻被郭台银啪 立刻被他 剥开 对 紧接着来 他又第二次 赖佩侠又过来协助的时候 又被他啪过去 因为很简单 霸气总裁什么时候 可以让你在旁边协助他 找东西 不可能 但是从这个地方 你就看得出来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个性 存在完全截然不同的 为什么呢 副总统是不能有声音的 连动作都不应该有 而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讲好听 在协助你 当然讲难听 就是乐举 那么对郭台银来讲 你就只是我的副手而已 所以你也不能做这样的动作 那么至于会不会 这个等于说连署呢 我个人认为比较倾向于 黄近平所说的 他一定会超过50万份 会超过50万份 我问你不超过50万份 他凭什么去要挟这个蓝跟白 我讲坦白 他现在不就在要挟你吗 不是在要挟蓝营的里面的 这个等于说朱立伦 还有要挟那个白营里面的 这个柯文哲嘛 没有50万份 你给我连 他要越过29万份 非常简单 我讲坦白 你我都没有 一年的鼓励 红海鼓励92亿啦 扣税了 七十亿啦 刚刚讲什么六千万是吧 六千万是比一根脚毛 都还不如啊 你知道吗 所以对他来讲算什么 请问一下 有哪一位联署站 你会把办公室 设在台北市京华区的 忠孝东路四段 旗舰版的嘛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是只有台北市 各区各区而已 新北市就好了 新北市的联署站 我就看他就在 板桥慈惠公旁边啊 那早就已经有了 连远在三峡 喂 我住在北大特区嘛 三峡都有啊 你知道吗 也有联署站 你六都全都压出去 你不要小看 你这不要小看郭董了 他别的东西没有就有钱 很简单 有钱 我跟你讲 非联署不可 重点在于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你说地方派系 那个脱离国民党的 这个议长啊 那么何胜峰 他没有太大的 这个等于说野心 他就说三万份 三万份 而且他的这些 总部都已经出来了嘛 那包括 包括在这个等于说 这个 几个南投的住民的 几个点啊 都已经设了 他预计以四个乡镇为主嘛 这我们觉得 不会太碰轰 那谢典林说的 在彰化 十万 十万人 那保杰林这把彰化 全部加起来都要人 一百二十四万人 你一成多 一成多到柯林啊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嘛 我告诉各位啦 只靠公关公司 是一顶戏 没有这个 等于说地方派系 暗中相助的话 地方派系很简单 不是跟你讲什么 那是有的 我可以 五万票 十万张 五万张 两万张 一万张 这个乡镇 这个调化咖 里长 他是两百三百 五百 全部加起来多少 我用这个跟郭董讲 你放心 这个地方给你 五万份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 才有办法去跟郭董 画帕拉肩 所以事实上 个人估计 二十九万份 没有问题 五十万份 一定要突破 否则人家 不会把你当做一回事 那一百万份的话 我觉得那是 太遥远的距离 董事长 今天郭台铭 真的晚真了 我本来以为说 他看到赖佩侠 这样应该会 撞下去了 我觉得 现在这纷纷扰扰 在郭台铭的人生里面 他碰多了 是哦 他每天就是在解决问题的人 在制造问题 解决问题 这七十三个点 的主导者是谁 是郭守正 是郭守正在做这个工作 郭守正是一个非常 中规中矩的 一点也不马虎的 去执行他父亲的 这个交付的任务 所以七十三个点 一定会放下去 那个十四亿六千万的钱 也都准备好了 也会花出 多少钱 十四亿六千万 因为一个点要花两千万 所以刚刚讲这个 总额就是十四亿六千万 他的账都明的账 他不会 他不敢做假账的人 郭台铭不会做假账 那问题是 他讲的 地方派系就是要 地方派系不要账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地方派系 我不是叫你报账嘛 对不对 你人头来 我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账务处理 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要领钱 我给你钱嘛 对不对 你要一亿 我给你一亿嘛 你要两亿给两亿 那你要拿东西来嘛 那我有些程序上的问题 要解决的话 我可以自己本身解决 我自己才cover成本嘛 不见得跟地方派系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 今天我同一日的那个说法 他要弄到三十万份 到五十万份 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他拼到五十万份 三十万我认为可以成功 五十万份 我还是稍微保留一点 他是等人家来瞧的吗 所以他现在的调门是对的 在侯友宜回国之后 在如果十月中旬 他就有达到了 三十万份达标的话 他可能跟侯友宜就开始就谈了 那如果谈成的话 他根本不送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侯友宜有什么好谈的 他跟侯友宜谈合作啊 怎么谈合作 合作不知道嘛 合作有什么合作不晓得嘛 但是一定是侯友宜回来 我认为第一个 他不会谈成功的可能性 是跟侯友宜谈成功 因为跟侯友宜谈成功 符合他的利益 我在这边讲更白一点嘛 因为他整个路线来讲的话 将来就是要所谓的合中路线嘛 他的合中路线 依附在一个大的国民党之下 我那个金门协议 我那个合中路线 才有一个依托嘛 所以他拿这个三十万份 那么小的一个东西 可以换到一个大的一个 合中政策的话 利益很大 非常非常大利益 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所以把这个利益 用国际政治来考量的话 他的投资跟报酬率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